在古时 匈奴始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族群 他们机动性强 始终无法完全消灭 骑兵更是让人闻风脏胆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战国名将李牧 他一战消灭了匈奴十万骑兵 更是为兵卫的赵国撑起一片天 但最后却死于君王手中 那么为什么会说李牧差点凭一人之力灭掉中国 在战国时期 由于七国混战 北方匈奴趁此机会强大起来 此后他们一直侵扰秦赵阴三国北方 照效城防继位后 派李牧去驻守燕门关一带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代县 燕门关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一直是抗击匈奴的重要防晒 根据史记记载 李牧上任后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 并且加强训练 增加以及完善 烽火等报警联络设施 更使广洒情报人员 深入了解匈奴动态 之后 李牧总是躲避匈奴军队 一直不出战 匈奴就认为李牧是个胆小鬼 赵王知道后气愤不已 把李牧召回来 派遣另一位将军去驻守燕门 但因为匈奴都是骑兵来犯 急动性强 而赵军分散束手 两方交战 赵军伤亡惨重 与之前李牧在时几乎没有伤亡的情况 差别很大 赵王无法 只好再命李牧出任原职 李牧却成病不出 赵王只好答应 不再干涉李牧领兵方式 但此时的赵王 已经对李牧起了戒定 李牧回到夜门棍后 仍是像以前一样 只埋头训练 不与匈奴正面相碰 在修整十余年后 赵军战斗力大大提升 请战意愿更是势意强烈 而匈奴 由于李牧不出战 越发侵蚀他 此时李牧认为时机已到 开始选拔精兵强将 调遣十万名弓箭手 五万名步兵 日夜训练磨合 其后让人到处放牧牛羊 引诱匈奴 面对匈奴的追击 假意逃走 匈奴蝉鱼 对于这一消息深信不疑 其后更是轻率十万名骑兵 深入赵境 准备攻城掠地 李牧正等着他上钩呢 他左右两侧布置弓箭手 射杀无数匈奴士兵 在他们未反应过来之时 派兵杀上去 一方以役代劳 精力充沛 一方惊慌失措 同伴受伤无数 最后只有匈奴蝉鱼 土尾逃走 其余十万骑兵 全部被监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如此大规模的 歼灭匈奴骑兵 更是表明了弓箭手 对骑兵有很大的克制 为之后 众人攻击匈奴 提供了有力经验 在击杀匈奴主力后 李牧继续乘胜追击 攻灭严侃 击破东湖 破降灵湖 一时间声名大振 在此后十日年里 匈奴都不敢再接近赵国边境了 而此时 赵国却不平静 公元前234年 秦军派还以攻赵 斩杀了十万赵军 直逼赵都城邯郸 此时 连破已经被赶出赵国 国内没有其他能打的将领 赵王亲 无奈之下 把李牧从燕门调了回来 李牧帅边防军主力 与赵军在宜安附近相会 开始与秦军对峙 此时 李牧并没有贸然出击 他认为之前秦军接连获胜 士气高涨 如果此时出战 赵军很难取胜 他开始助磊固守 拒不出战 还以面对此情况 焦躁不已 其后 他率军进攻肥下 企图诱使赵军回援 等到他们离开营磊后 再见灭他们 但李牧没有上当 甚至反江义军 趁秦军留守兵力薄弱 率军一举袭战秦军大营 俘获全部留守秦军及资重 此时还没完 李牧在环以回撤路上 派兵伏击 对秦军形成一个包围圈 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后 打破秦军 环以为活命逃往燕国 在秦国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后 其他六国几次被秦军打败 已经产生了窃战经历 李牧的这一战 给屡战屡败的六国军队 带来了一丝希望 原来秦军也是可以战胜的 李牧也因此一战 被封为武安军 与沙神白起平起平坐 肥之战之后 秦国精锐被灭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脚步 被迫慢下来 赵国也迎来了短暂的修养生心事件 公元前232年 为了更快灭亡赵国 秦始皇嬴政率军清征 在半道上兵分两路 一部分部队由叶北上 企图直取赵都邯郸 另一部分由嬴政带领从上党出警刑 企图从邯郸后方攻击 将赵国拦腰斩断 但秦军却在进攻藩武时 遇到了障碍 因为藩武背靠掌水 与赵国长城 秦军短时间内无法攻破 李牧率军在藩武附近 打败秦军 另一边 李牧部署司马上 死守邯郸南方 拦住嬴政的军队 之后李牧回师邯郸 与司马上合力击退南路秦军 秦军不甘心这样败走 正好这时赵国发生了地震 嬴政趁机派出大将王俭进攻赵国 谁知还是被李牧挡住了 王俭身吃这样不行 就私下里派人收买赵王谦的宠臣 国开 还派人在邯郸散散布谣言说 李牧要拥兵造反 在锅开的不断谗言下 赵王暗中杀了李牧 李牧一死 赵国很快就灭亡了 可以说赵国的灭亡 主要来自于赵王的偏听偏信 我们可以知道 在历史上 秦国屡次对赵国使用反监计 最令人吃惊的还每次都成功了 这不得不让人好奇 为什么历代赵王都会冗敬 说起这个 我们就来看看赵国的历史 从立国开始 赵国便政变不断 从赵湘王援言 赵国建立 到赵王谦辈录 赵国一共就发生过九次大兵变 就连推行胡扶骑射 让赵国强大起来的一代民主赵武林王 都是在沙丘宫变中被困而死 前车之剑 让各代赵王都对非赵姓将领忌惮不已 所以才有长平之战时的临阵换将 将连坡换成了赵姓将领 赵阔 更别说李牧手获十多万重兵 自己权力较大 对多疑的赵王来说 他更想要的是收回兵权 他或许知道李牧是冤枉的 但还是顺水推舟地赐死了李牧 然而他也很快就受到了惩罚 李牧死后 赵国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王检大军很快就攻灭赵国 赵王也被俘虏 他的下场显而易见 所以后世提起李牧时 众人都感到惋惜 更认为如果李牧没死 赵国就不会灭亡 秦始皇也不能统一中国 但当时的情况显然不可能 秦国那时的国力强于其他六国 野心勃勃的秦王是不会停下征战的脚步的 李牧只能暂时阻拦 后期如果没有更多优秀之人的带领 赵国迟早会灭亡